若说到史上最恐怖的画作 你会想到谁呢 你现在看到的是第二代神王萨杜恩 为防止儿子篡位的预言发生将其生吞的场面 狂乱的头发 扭曲的面部表情 异态的身体 看起来像是一个正在肢解的泥人 与暗夜地平线融为一体 双手深深抠近自己孩子的脊椎 他的肩颈已是血肉模糊 萨杜恩正准备吞下那个手臂 如果我告诉你 这幅画是艺术家晚年在自己家餐厅中所做的壁画 是不是让人更加细思恐极了呢 这位艺术家就是信条中作为艺术鉴定的女主角 最擅长鉴定的艺术家 弗朗西斯科·戈亚 一位恐怖大师 不同于培根 贝克辛斯基 甚至伊藤润二 会用极其表现的方式 揭露内心深处的梦魇 戈亚所诉说的恐惧 仿佛是面对克苏鲁般的庞然大物 不可名状 信条中将戈亚的画作作为男主 女主和她丈夫之间的筹码 也许可以和女主对自己丈夫 绝对权利的恐惧做联系 然而我们再多想一步 绝对权利往往不来自于个人 而是一个自运转的系统 譬如时间 譬如命运 这些东西从不揭露自己的全貌 我们只能用有限的语言 进行普世的概括 农神世子被发现在戈亚1819年购入的别墅 龙人之家中 前主人是个龙子 而戈亚自己是在46岁的一场大病中 双耳逐渐失聪 家中另外还发现了13幅壁画 与龙神世子一起被后人称作Black Paintings 暗黑绘画 其中描绘市井小人在苦难之下的丑恶面孔 他深知可怜人必有可恨之处 也有神话故事 包括圣经中将赫罗夫尼斩首的女英雄朱迪斯 以及通过纺织来操纵命运的三女神 在龙人之家的五年间 艺术家在一片死寂中与世隔绝 没人知道他作画的意图 弗朗西斯科哥呀 难道就不能整些阳间的东西吗 其实将目光投向暗黑绘画中这幅圣伊西尔多的朝圣 我们意识到在1788年 也就是作者42岁时 也创作过同样的主题 圣伊西尔多的草原 描绘了马德里的一个传统节日 在这一天 人们在当地著名的圣徒伊西尔多 曾居住的草原聚会野餐 做这幅画的童年 哥呀刚刚上任宫廷画师 曾经农民穷苦小孩出生的他 当今领着相当可观的愤怒 而他不知道的是 一年后法国大革命即将爆发 四年后自己将因病失聪 二十年后 一场他国革命的余波 将使西班牙的国运完全颠覆 三十年后自己将在晚年的流亡生活中 克死他乡 他又怎么会知道 在三百年后的今天 自己的命运将会被人尝试 在短短十几分钟内诉说 戈雅的时期是洛可可的尾声 年轻时他为贵族设计挂坦图案 中年又成为了宫廷画师 早期作品自然是轻松明快的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洛可可衰落 新古典主义兴起 这些人应该算是第一批金螺人了吧 这个词是我在弹幕里面学到的 就是精神罗马人嘛 毕竟当时是在一个大革命和征战的历史背景下 他们经常就画一些爱国荣耀胜利这类体材 一个代表画家就是当时革命政府的官方艺术家 雅克·路易斯·大卫 相比新古典主义精致的描绘和紧实的笔触 戈雅的画传承了西班牙艺术的自由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 El Graco不羁的笔法就宣告了西班牙艺术的独树一帜 随后是巴洛克的大师 韦拉·斯凯兹 他的笔触中带有一种微妙的松弛 这种松弛在戈雅早期画作中被放大 而在晚期逐渐步入疯狂 法国大革命后 拿破仑的政权席卷整个欧洲 当时法国正联合欧洲各国对英国进行贸易封锁 唯独葡萄牙不愿加入这个联盟 于是拿破仑在1807年决定入侵葡萄牙 西班牙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行军时他们顺便也摸清了西班牙的军事地图 并且以增援之名留下了大量可疑驻军 秘密的占领已经开始 1808年西班牙已有近10万的法国驻军 好巧不巧在当年3月西班牙内部发生政变 拿破仑便趁机脅迫当时的国王卡洛斯四世 将政权交移给自己的弟弟 约瑟夫波纳玛 并对西班牙人民征收重税 人民的不满在1808年5月2号爆发了 他们拿起家中的武器反抗法军 而这场暴乱直接引发了5月3日法军在马德里的大屠杀 以及接下来长达6年的半岛战争 这一切被当时身处马德里的戈亚记录了下来 并成为他画作的一个分水岭 我们刚才用大段笔墨描绘了一段历史 以来自未来的宏观的分析眼光 看到的是政治战略和前因后果 现在让我们进入戈亚的画作 身为一个历史的亲历者 你又能看到什么 是真实的鲜血 是躁动的人群 在5月2号一画中 一处动人的细节便是离我们最近的这位青年 他看起来缺乏战斗经验 但不得不拿起武器 动作定格在刺破白马的一瞬 眼神中是惊恐与彷徨 仿佛在说 这一切是真实在发生的吗 训练有素的法军很快镇压了暴乱 5月3号的构图更为稳定 冷酷的军人在暗处 审讯士一般的强光打向将死之人 他身后还有一群人煎熬的等待着 不可扭转的结局 对 大家都会变成这样 我们惊奇的意识到 通过笔刷自有的质地和简单粗暴的手法 可以如此真实的还原血迹 淡伤 皮肉伤 干涸的血迹 画面的几个主体之间构成一种镇静的势能 所有人都在等那一声枪响 接着等待下一声 还有下一声 下一声 直到自己 这两幅画作于1814年 受当时夺回政权的西班牙皇室所委托 而国王似乎不满于这种过于残酷的客观呈现 所以在当时并没有公开展示 而实际在战火纷飞之时 戈雅一直以石刻版画的形式进行着自己的创作 于是就有了这一组战争的灾祸 也许是因为版画所需的工作空间比油画更小 更方便 也更易于保存和携带 也许是因为这种线条的小画 更能捕捉及时的感觉 这组版画是在他死后35年才得以出版 而考虑到战时对文化传播的审查制度 这些画在当时也不可能得到发行 这让我联想到一个至今都在被讨论的经典媒体议题 也就是在战争这类非常时期之下 对信息传播的控制 真相往往是在媒体军队和政府的制衡之下 被重新塑造的结果 战争的灾祸虽然不能像相机那样真实的记录 但极力保持中立的态度 不为权贵说话 也不为下层人民施以廉价的同情 就比如这幅画面描绘了一位平民拿起家中的斧头 不知所措的砍向法军 戈雅给他的注释意为一样 系列的第二个特点在于从细节出发的真实 反映了作为亲历者的视角 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一位被绞死的牧师 他胸前的纸张写着他的罪状 非法持有手中的戾气 注释意为为了一把关刀 人群的情绪弥漫在画面的氛围 强化了现场性 甚至让人怀疑他是不是在实地取材 然而现实的状况不可能允许他这么做 他只能将所见所闻印刻在脑海中 并在创作时不断反除 而系列中也有部分通过艺术加工而生成的想象 面对必将到来之物的不祥预感 衣衫蓝绿的苦行者跪地 这是祈求还是武力 背景的处理相当出彩 请在弹幕上告诉我 你们在阴影中究竟看到了什么呢 当然其实具象并不重要 阴郁的氛围已经笼罩这位苦行者 他张开手臂迎接必将到来之物 就如同5月3号中斩臂面对枪口的人民 其中的恐怖又让我们回到开头的暗黑绘画 真正的恐惧是当你面对不可名状的庞然大物 如果说战争的灾祸为戈亚带上了战地记者之魂的光环 那么最后我们要介绍的这组作品 足以使它被称为现代绘画之父 虽然很多画家都是某种现代性的开创者 比如说卡拉瓦乔 比如说赛尚 而戈亚的现代性在于体材上的突破 我们之前这支视频讲到过 启蒙运动是现代主义的根 思想的解放使艺术家意识到 我为什么一定要去画那些宗教神话英雄体材的作品呢 我也想要有自我表达 过去的画家喜欢一本正经的买彩蛋 带着寥靠跳舞 而戈亚觉得这样太憋屈 索性放飞自己的狂想 于是有了这组狂想曲 80幅的系列版画 作品数量众多 我会把下载链接放在评论区 其中不乏风俗场面 讽刺漫画 巫女与幽灵 愚昧和残酷等等等等 组画中有反复出现的异象 比如说拔毛 往往象征着当权者对民众的剥削 而在天上飞的总会掉落 最终自食其果 她也会动用灰鞋的画面 以表戏削 驴子一定是愚蠢的 蝙蝠一定是邪恶的 女巫的描绘往往配以诡异的文字 让人不明所以 然而整个系列中 有这么一幅画点明了戈亚的意图 理性沉睡 心魔生烟 这幅画被人认为是在挪用卢梭 1793年出版的哲学封面 宣告了戈亚对理性的崇尚 然而启蒙运动在当时的西班牙是很不吃香的 迂腐的君主制 落后的教育 违性的人民 都使戈亚感到失望 这套作品啊 你品 你细品 荒诞之下都是对社会现象的批判 本来理性沉睡将作为系列封面 但生怕意图太明显受到惩罚 于是用自己的自画像取而代之 似乎想说 这一切只是我的意向天开 你呢 也不必当真 这也是为什么狂想曲中的作品那么晦涩难懂 逃避审查也是原因之一 诶 这里退一步讲话 戈亚他真的是一个理性至上者吗 理性沉睡这幅画其实还另有一段配文 被理性抛弃的想象力 制造了不可思议的怪物 与他结合 他是艺术的母亲 是奇迹的源泉 此时我不得不提到经典的日神九神二分法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 日神是秩序与美的理性之光 而九神是纵欲和矛盾 疯狂的深渊 这种二元对立的精神范式往往被应用到艺术家的分析上 戈亚身上就存在这种矛盾 他的叔叔和阿姨在1760年前后被送入收纳疯人的救济所 也许他心知肚明 疯狂暗藏在他的血脉中 我们常说 疯子在左 天才在右 而在我看来 真正的天才不应该是个疯子 而是在精神失常与正常之间那根细线上走钢丝的人 戈亚晚年的画作趋于黑暗 好似随着生命的流逝 他低头看到了脚下的深渊 也深知自己最终将遁入那无形之所 回到开篇的14幅暗黑绘画 也许就是他在沉寂中与那片深渊的对峙 感谢你看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